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用户他们一直都说你经常测绕桩跟变线的测试 我们特别想了解110米紧急变线到底是如何操作的 而且这种方式你一直说在评价一个车的安全性 那它究竟是怎么设置呢 我们现在已经在110米紧急变线的第一组桩 这一组桩是怎么设置的呢 首先它有一个宽度 它的宽度是一个车辆的宽度 加上一个系数再加上一个0.23 好宽度我们已经看过了 这个宽度是随着车身的变化而变化的 所以我们的尺寸你们也发现 在这儿有1234 那这条线就是1米6的车身 这是1米7 这是1米8 这是1米9 那如果C63S的车身宽度大概是1米85左右 我们就把这个桩摆在1米85的这么一个宽度 所以它就限定了整个这个车的宽度 这条通的总长是15米 如果说我们有三车道 那我们等于是在中间它的车道行驶 走到这的时候啊 突然前车有一个物品移洒了 那你120的时候 你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动作 很简单 我要躲避这个物体 但是在高速的行进之中 你会发现啊 移洒的物体 你不需要做制动动作 你第一件事就是躲避 躲避什么 躲避这个物体的时候呢 第一个动作不是手 第一个动作是眼 如果你看到物皮撒了之后啊 如果你要死钉着这个物体的话呢 你就发现直线的开过去 但是你要想躲避物体的话呢 你要观察左边的跟右边的 到底有没有通道 有没有车辆 所以从第一组装到第二组装 这个间隔 应该是30米 但在这个30米啊 你开120得到这个30米 跟你开到160得到这个30米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现在是120公里每小时 我们进入第一组装 突然有移洒了 好 视野一下先看到第二组装 再看到第三组装 视频前的你 如果在男性持久力 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 358163379 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 延时20到40分钟 补肾壮阳 延时助博 增强夫妻性生活 28天彻底告别 快男软男 做回自信的自己 记住微信 358163379 因为多少人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我们看看他在这种坐姿的情况下 遇到一洒物体躲避的时候 到底是是不是够敏捷 现在把车速提升到120 可以看到 当发现 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 因为很懒散的一个动作 他在紧张的时候 手是很用力的 他要快速的打过来 才能躲避物体 这么快的打 破坏了什么 车辆的平衡 所以第一件事我们说了 视野要找到左边车道 或右边车道 当找到这个车道的时候 手上就开始有动作了 车速越快 手上的动作越轻 所以现在我们就准备 经过30米 来到第二组装 在这之中 你会发现 你180的速度 200的速度 跟120的速度 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们在汽车行进的之中 从底盘进入到空气 对车辆有一种升力 车速越快 升力越高 升力越高的时候 前轮的附着力越低 所以你在打方向的时候 转向不足的趋势 所以经过第一组的话 15米 再经过一个30米 我们就来到了第二组通道 你会往远了看 还有一辆车 为什么 因为在快行道上 同时还有车辆在行驶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目的是要 把带到第二组的车辆 的行进轨迹 带回到原来你行驶的车道上面 才算真正的躲避了这个物体 视野很重要 我们来到第二组通道 将要在这个通道转向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看到这些桩 我们要看到第三条通道 也就是说当看到眼睛视野 注意第三条通道的时候 手上才开始有动作 所以视野是多么的关键 视野决定了你车行进的方向 经过了第二组通道 来到了进入第三组通道的 一个25米左右的区域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那辆车 我们是因为要躲避它 才来到这条车道 也就是说我们回到了原始车道 在这个车道的时候的 负载反应是最明显的 为什么 因为速度之快 来到这的话呢 你回到方向的话 侧倾几乎把悬挂挤压到最极端 那来到这的时候呢 车速基本上稍微降低了一点 在这个时候你认为安全了 其实在这个时候 车辆最不安全的时候 因为在这个时候 悬挂从挤压到回弹 车辆出现了一个重心转移的过程 在这个转移的过程之中 人往往在这一刻 车辆出现失控的状态 它很难去再去掌握这个车 如果在这一刻啊 车辆的尾部出现剧烈的滑动 你的试验看哪 千万不要看你的机器杆 一定要看向最远端 你要去的方向 才有可能把你的车辆 带到一个很安全的行驶状态 否则左边的护栏 右边的护栏 这三条车道 有可能就是你出现最危险的区域 好了 我已经把110米紧急变线 从三组通道 以及三组通道中间的两组连接线 都已经说清楚了 然后在里面的每一个细节 手是如何操作的 眼睛究竟看哪 那我们现在呢 就去驾驶这辆C63 去在这个道上 让大家去熟悉跟看一眼 我究竟是如何操作的 这个其实也是 我们AMS车评微信公众号的用户 最愿意看到的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